在探索广袤无垠的星空的路途中 有一个非常反直觉的事实 虽然NASA一直在不断地进行着发射任务 将卫星探测器和轨道望远镜送入太空 但是用于发射这些昂贵的航天器所使用的火箭 准确来说是这些火箭使用的发动机 却是地地道道的俄国货 可以说美国航天局离了俄罗斯 连卫星都发射不了 而在最近这个情况已经被逆转 解决美国航天心脏病的不是别人 正是当年他们看不起的艾隆·马斯克和他的SpaceX 那为什么NASA会有火箭心脏病 SpaceX究竟又是如何拯救世界航天的 本期视频火力军带您一起剖析 在航天火箭发动机背后的那些技术细节 早在2022年3月3日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公司总经理罗戈金就表示 为了回击美国对俄罗斯的诸多制裁 俄罗斯将停止向美国提供火箭发动机 乍一看俄罗斯这番话很硬气 但是他们确实也有硬气的资本 因为NASA现在一大半的发射任务 都要依靠俄罗斯的发动机 这个发动机就是著名的阿迪180 这型发动机采用煤油加液氧作为主要燃料 表现特别符合各位对俄罗斯产品的刻板印象 那就是便宜劲儿大 不过如果要说到俄罗斯火箭发动机 是怎么被NASA使用的 这个故事还是要追溯到冷战时期 在冷战时期 美苏航天走的是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美国专注于开发航天飞机这种可重复使用航天器 而苏联更专注大载核火箭 在冷战时期 苏联不仅开发有传统的耕机燃料火箭 也开发有液氧液氢发动机 还有咱们今天的对象之一 高压补燃循环的RD-170发动机 那这个高压补燃循环究竟是什么技术 为什么NASA这么中意呢 其实理解起来很便宜 火箭的原理其实和烟花一样 通过在尾部喷出大量气体 提供反作用力 将物体推上天 那如果燃烧的速度和质量是一定的 想让这个推的力更大 要怎么办呢 答案也很简单 可能很多观众都已经回答出来了 那就是让气体吹得快一点 这个技术也被称为增压技术 对 没错 就是各位开的车上的那个涡轮增压 RD-170使用的高压补燃循环原理 就是增压方式的一种 在火箭上也有一个给火箭发动机增压用的涡轮机 一般来说 如果要让涡轮机的增压效果比较明显 设计师们就会在主燃烧室旁边设计一个预燃室 在这里先点燃一小部分火箭燃料 通过用点燃燃料产生的高温高压气体吹起涡轮的方式 给主燃烧室增压 这种方法被称之为燃气发生器循环 但是这么做各位都能想到 肯定是比较浪费燃料的 所以苏联工程师就设计出了高压补燃循环原理的 RD-170火箭发动机 它的原理其实也很简单 在燃气发生器循环的基础上 不让预燃室的尾气直接排出 而是让这个燃烧废气再导入燃烧室再点燃一遍 实现最大程度的推力 所以RD-170在冷战的火箭发动机中 属于经济实惠还亮大管宝的那一类 当然在冷战时期这么好用的火箭发动机 苏联自然不可能拿出来和NASA分享 等到了1991年苏联解体后 进入蜜月期的美俄展开了一系列的合作 其中就有关于航天的合作 在这之中最明显的成果就是国际空间站 而对于NASA影响最大的成果 则是资助俄罗斯航天工业 进行下一代的高压补燃循环液氧煤油发动机的开发 而这就是现在NASA最常使用的RD-180的由来 可能在有些观众看来 资助俄罗斯航天工业听起来有点像资敌 可实际上NASA不仅每年的发射任务 都可用低价购买大量的RD-180省下一大笔银子 而这些开发RD-180的工程师也因为在苏联解体的困难时期被美国喂饱 而避免了这些工程师去第三国开发弹道导弹 间接的保护了美国的安全 可谓是一举多得 可能很多观众对于俄罗斯这次反制美国制裁的严重程度没有什么概念 那火力军在这就给各位科普一下 NASA现在使用比较多的两种一次性火箭 Delta-4和宇宙神5 都是脱胎于美国空军渐进行一次性运载火箭项目 在这之中宇宙神5的第一级全部使用的都是RD-180发动机 这些年来 NASA使用宇宙神5发射了从军用GPS 间谍卫星 侦察卫星 到新视野号探测器 从好奇号和毅力号火星车 到百花齐放的商业卫星 可以说没有宇宙神5就没有NASA的今天 而更重要的是没有RD-180也不会有宇宙神5的辉煌 聊到这儿可能就有人要质疑 为什么NASA心这么大 要把国家大势之一的航天技术的命门掌握在别人手上 但其实NASA也做过别的努力 比如NASA曾经立项研制一款被称为RS-84的高压补燃液氧煤油发动机 它采用了将预燃式和燃烧式核二为一的单燃烧式设计 设计难度大 但是技术先进 地面推力更是达到了482吨 远超RD-181 但是最终因为入不敷出 没有使用前景而作罢 毕竟这种发动机的使用场景 是从地面到空间站的太空皮卡 搞一种全新的更先进的发动机 必然带动的是使用成本的上升 不仅各种商业公司无法承担成本 NASA最后也不一定能用得起 那自言无望 就不能买其他不是RD-180的火箭发动机吗 其实还真行 比如当年美俄航天蜜月期时 洛克希的马丁选走的是RD-180 另外一家公司Aerojet 则选走了另外一种更成熟而便宜的发动机 这就是库茨涅佐夫设计局的NK-33 高压不燃液氧煤油发动机 在经过Aerojet的运作之后 这批NK-33被重新命名为AJ-26 在NASA的商业轨道运输服务项目中 K-1火箭和安塔瑞斯火箭 都是在第一级使用了AJ-26 乍一看 美国航天没有RD-180也能活 但是问题就出在这个AJ-26上 在2014年10月 安塔瑞斯火箭发生爆炸 事故原因被归结于AJ-26 也就是NK-33的可靠性问题 所以后续的安塔瑞斯-2 又不得不求助于俄罗斯 为安塔瑞斯火箭计划 专门改装RD-180发动机 才让整个项目得以继续进行 所以要说RD-180 是美国航天工业的命门 也不是不行 反正俄罗斯这波 通过火箭发动机反向制裁美国 确实有点打蛇打七寸的味道在里面 那美国就只能在往返货运任务的火箭发动机上 受制于人了吗 其实不是这样 虽然NASA官方和美国空军 半天憋不出来个便宜的大推力发动机 但是美国民间公司的技术 尤其是在货运任务火箭这块是非常先进的 可能世人都知道 SpaceX和埃隆·马斯克通过可回收火箭技术 让火箭的使用成本直接腰斩 四舍五入简直不要钱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 SpaceX和他们自研的火箭发动机 已经成为目前世界范围内最先进的火箭发动机 现在的SpaceX主要使用的是两种火箭发动机 其中一种是燃料为液氧煤油的火箭发动机 被称为煤林 它的出现主要还是因为俄罗斯的RD-180 早在之前马斯克就曾警告过NASA 过于广泛的使用俄罗斯的火箭发动机 将会对美国航天造成严重的损害 不过这也情有可原 因为马斯克之前也曾经动过去俄罗斯买火箭的心思 只不过他买的不是火箭发动机 而是现成的火箭 马斯克当年去俄罗斯 是想寻求购买两到三枚俄罗斯现役的R36型洲际弹道导弹 北约代号为SS-18撒弹 火力军觉得如果当年他真的能搞到这种东西 估计SpaceX就不是致力于航天技术 而是转航去玩军火了 当然毫无疑问的 俄罗斯人没有答应这笔交易 因为马斯克的要求实在是太狂了 毕竟现役的R36是可以搭载核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 虽然马斯克弄不到核弹头吧 但是真给他弄到了俄罗斯的洲际弹道导弹技术也就基本漏得干净了 所以自从这次失败之后 马斯克就下定决心要使用自己的火箭发动机 弄自己的火箭 这样才能实现SpaceX让人类殖民火星的毕生夙愿 而这也是梅林发动机的由来 梅林的原理其实并不复杂 它使用的就是燃气发生器循环 技术门槛比较低 也被网友们戏称为屌丝发动机 而且由于液氧煤油燃料 在预燃室里燃烧后会被排出到空气中 所以在梅林发动机试车时 各位就经常看见 在火箭助推进口旁边 有一个冒着黑烟的喷嘴 那就是复燃后的液氧煤油燃料的废气 凭借于此 梅林的屌丝发动机的称号 也算是坐实了 当然梅林并不是一种不可升级的发动机 这个系列中最新的型号是梅林1D 在2016年该型号进行了增推升级 在之前梅林1A的海平面推力仅为34.6吨 而增推后的梅林1D将这个数字刷新到了86.2吨 这种E型发动机推力增幅超过150%的奇观 是世界航天史上前所未有的 同时由于其拥有绝对领先的180比1的推重比 使用梅林1D的猎鹰9 也是人类历史上首款 可以通过垂直反推回收的火箭 而这也让因为俄罗斯通过火箭 反向制裁美国的计划破产 RD180办得到的事情梅林也办得到 RD180办不到的事情梅林还办得到 这就是实际上的性能碾压带来的好处 并且由于SpaceX是美国公司 而且猎鹰9火箭可以回收 所以以前的字笛流言自然也不复存在 而NASA使用SpaceX的发射成本也能略微降低 这就是SpaceX如何力挽狂澜拯救美国航天 不过虽然梅林很优秀 但它却不是马斯克的最终目标 因为SpaceX的终极目标是殖民火星 那么从这个目标被设立开始 所有的工程设计都要为这个目标所服务 而梅林不是 梅林只是SpaceX赚钱养家的一种手段 因为液氧煤油燃料虽然在地球上比较好制备 但是在太空中煤油是实打实的不可再生资源 用一滴少一滴 如果SpaceX从月球上发射火箭去火星 而这枚火箭使用梅林发动机 那所有的煤油都必须用火箭从地球运来 是非常不划算的 而且煤油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含碳量高 燃烧后积碳严重 以前大家都用一次性发动机的时候 这个问题根本就不是问题 摔掉的发动机成本会被煤油的便宜弥补 而现在猎鹰9加梅林的可回收组合 让这个问题变得严峻起来 在地球上保养梅林不是什么问题 但谁敢保证在月球上的保养难度是一样的呢 所以针对这些问题 马斯克心中的白月光 就是SpaceX现在的当家花旦 人类科技的天顶星 猛禽火箭发动机 这么说吧 如果之前的火箭发动机都是杂牌卡车 那么猛禽就是斯坎尼亚这种陆地航母 SpaceX自从2012年开始研制猛禽发动机 到现在和梅林一样 整个猛禽家族也经历了 从猛禽V1.0 V1.5 V2.0 V2.5 一直到最新版V3.0的变革 但是在这之前我们必须先了解到 猛禽为什么是火箭发动机之王 这是因为猛禽系列发动机 从设计之初就已经决定 采用了液氧甲烷作为燃料 这是因为在太空中 液氧和甲烷都是比较好制备的燃料 不夸张的说 如果猛禽发动机飞到了火星 那么它就可以通过在火星上采集甲烷 同时用设备制造液氧 最后用这些火星产的原料 自给自足飞回地球 这对于可持续性的火星殖民来说 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除了燃料上的先进 猛禽发动机还是一款 真正意义上的技术天顶星 这是因为在猛禽发动机上使用的 全流量分级燃烧循环技术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其实就是在RD180上的 高压补燃循环原理的更进一步 它通过采用双泵双预燃式的设计 在两个预燃室内 一个设计复氧燃烧 一个设计复燃燃烧 这样就会产生复氧燃气和复燃燃气 两股高温燃气 最后将这两股高温燃气 导入主燃烧室 在主燃烧室发生剧烈而稳定的气气燃烧 这样基本上所有的东西都会被烧干净 在增大火箭推力的同时 也可以极大延长 因为燃料杂质带来的清理间隔 实现发动机的可持续使用 最后 因为将要搭载猛禽发动机的SpaceX兴建 需要可回收火箭技术 来降低循环发射成本 所以 全流量分级燃烧循环技术 也给猛禽带来了巨大的 之前都不敢想象的精确推力调节技术 让其节流能力达到逆天的20% 可以说 猛禽在把火箭发动机调教成超跑发动机的动力精确控制上 迈出了一大步 而且继承了梅林的高溶余度的优点 再加上猛禽自身的天顶星技术 这款火箭发动机从第一代的185吨推力到第三代的269吨推力 实现了45%的性能提升 要知道 在大推力发动机面前 每一吨的推力都是一部极其难以跨越的阶梯 可能很多观众对于猛禽发动机到底有多强并没有形象化了解 那火力军在这儿就拿当年登上月球的土星5号火箭来举例 在第二代猛禽发动机上 它的性能约为推力230吨 燃烧式压力330% 而兴建系统的第一级使用33台第二代猛禽 总推力峰值高达7590吨 是土星5号起飞推力的2.2倍 可以说它已经全面碾压以前的全部火箭发动机 成为新一代名副七世的火箭发动机之王 当然 这并不是代表猛禽的推力 是现在世界上第一大推力发动机 但是猛禽却是百吨推力发动机俱乐部中性能最强的那个 比如说NASA的月球火箭太空发射系统 即SLS火箭 它使用的是R25发动机单台3.2吨 比猛禽的1.6吨自重多出一倍 而第三代猛禽推力高达269吨 RS25也就区区190吨 而比猛禽推力更大的蓝色起源 B14虽然推力达到了270吨 比猛禽多一吨 但是其体积和重量都比猛禽大太多 严重影响火箭体积 而更讽刺的是 B14的造价高达800万美元 而猛禽二代的造价也不过25万美元 所以这么比较下来 如果说以后人类迈向深空全靠SpaceX 也不是不可能 在全新三代猛禽的加持下 SpaceX星舰将会变得更加疯狂 在轨道加油后 加长版星舰的轨道运载能力将达到200吨以上 加压空间也会有1700多立方米 这意味着什么呢 从军事角度上考虑 如果月球发生什么事情 一艘加长版星舰 可以携带一个拥有四台 布莱德利的机械化步兵牌 或者是一个M10布克轻型坦克牌 通过地球同步轨道的加油后 由星舰直接投送到月面进入战斗 而星舰恐怖的8777吨起飞推理 和200吨的载人航天停波轨道运力 将足以支持它对地球上 任何一个地方进行降维打击 现在人类没有任何一款导弹 可以拦截在LEO上的星舰 而星舰约等于10架B52的载弹量 和其在外层空间的机动性 足以支持它在一个小时内 用200吨炸弹彻底抹平一个目标 如果它搭载核弹 那么只需要一个连队的加长版星舰 就足以抹平地球上的所有人类 不管是军事用途还是近地轨道运输 不管是月球还是火星 抑或更远的深空 对于人类来说 猛禽加持下的星舰 都是一种足够颠覆性的太空运输系统 就像汽车淘汰了马车之后 飞机又将人类的速度提升到极致一样 SpaceX将会是人类即将到来的 大规模航天时代中 不可或缺的超级载具 而如果我们幸运 马斯克和SpaceX可以继续成功下去的话 火力军和各位观众 很快就能看见那一天的到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